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那每次去医院或者是药店开药 医生或者说明书上总会说 饭前服,饭后服,空服,睡前服 包括餐食服等等 你是不是会发懵啊 饭前饭后分别适合服用哪些药物呢 那吃药的时候一定要喝水吗 要喝多少水,牛奶或者茶行不行 那今天就上述几个问题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首先呢,咱们先来对我们常听到的药物名词 有一个了解 那一日三次呢,一般不是指准时在三餐时间服药 而是将一天24小时分为三个时段 每八个小时服药一次 那一日两次呢,是将一天24小时分为两段 每12小时服药一次 一日四次呢,是将一天的24小时平均分成四段 每六小时服药一次 那说空服呢,它指的是餐前一小时或者餐后两小时都可以 那餐前服用指的是饭前半个小时服用 餐后服用是指饭后的15分钟到30分钟服药 睡前呢,一般指的是临睡前的15分钟到30分钟 那说到必要是服药呢,一般就是像胃肠解经药物和一些退热药 必要的时候服用 那饭前饭后分别适合服用哪些药物呢 比较适合在饭前服用的药 首先,第一就是降糖药 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像胰岛素粗蜜剂 比如像格列比琴,格列奇特,格列门药等等 那这些药物呢,它都是在第一顿餐前服用 像双瓜类药物,比如二甲双瓜,应该是在餐前服用 那第二类药就是降压药物 根据人血压的生理高峰呢 降压药都应该在乘起即刻服用 但是像培多普利这种药物呢 最好是在饭前服用 因为食物会改变它的活性 代谢产物的生物利用度 那比较适合在饭后服用的药物 第一种就是消炎止痛药 比如我们说的 对乙线氨基粉,散力痛,SP0,银多美心,布洛芬 比如说分泌德 在饭后服用的话可以减少对胃黏膜的刺激 那第二类就是维生素类 比如像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E和维生素K等等 第三类药呢就是铁剂 一般是在进食后的15到30分钟服用铁剂 一方面呢可以减少对胃的刺激 另外一方面可以延长铁剂在12指肠的停留时间 让铁剂被12指肠充分的吸收 第四类就是拎尿剂 那比如氢氯塞禽和罗内脂呢 在饭后服用可以提高它的生物利用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